大家好,我是亚马逊云科技的步道师王宇博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和大家分享 使用Nitro Enklus在Linux上实现更为安全和机密的计算这样一个话题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正在不断地快速发展 而客户也需要在互联网或者是移动端上处理各种各样高度敏感的数据 例如说个人信息、财务记录、医疗信息、知识产权、商业机密等等 而在处理这些高度敏感数据的时候 数据泄漏是我们会极力避免的一个话题 数据泄漏会造成直接的损失 并对业务、用户和企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业务更加深入数字化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工作负载迁移到云端的时候 如何在一个云端的计算环境中来确保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会是每一家企业都在面临到的重大挑战 因此客户希望在处理敏感数据的时候减少攻击的表面积 所以可信执行环境这样一个概念应运而生 可信执行环境就是在芯片层面单独划分出来的一个隔离空间 来建立起与本地操作系统并行运行的隔离执行环境 来保证加载到内部的代码和数据能够在机密性和完整性方面受到良好保护 来保证敏感代码和数据免受来自本地操作系统潜在漏洞的一系列攻击 通过可信执行环境呢 用户可以在隔离的安全环境中使用和处理密钥 例如说加密签名 同时呢也可以阻止负实力上的用户应用来查看和获取这些密钥 同时呢通过可信执行环境 用户也可以在隔离的安全区域内来运行应用 将个人身份等敏感数据进行令牌化 同时呢加密的数据可以发送到安全区域里进行解密并进行处理 在整个过程中呢 负实力呢将无法查看或者访问敏感数据 亚马逊云科技是如何构建可信执行环境的呢 我们首先从NITRO系统开始看 NITRO系统呢是EC2实力的底层平台 通过NITRO系统呢可以使亚马逊科技进行快速创新 降低成本增加安全性和全新的实力类型 在传统意义上讲 Hypervisor呢是用于保护物理硬件和BIOS 来虚拟化CPU存储网络 并且提供一组丰富的管理功能这样一个软件 而通过NITRO系统呢 我们会将这些功能分开 并且将它们卸载到专用的硬件和软件上 在我们的NITRO系统中会包含NITROCARD NITRO安全芯片 以及NITRO Hypervisor三大主要部分 NITROCARD呢是一个系列的卡 用于卸载和加速IO 最终来提升整个系统的性能 NITROCARD呢包括用于VPC的NITROCARD 用于EBS的NITROCARD 用于实地存储的NITROCARD 以及NITROCARD的控制器 以及NITRO的安全芯片等等 而随着虚拟化和安全功能呢 被卸载到专用的硬件和软件之上 NITRO的安全芯片呢 就能够以最小的攻击面 来实现最安全的云命台 此外呢我们通过一个锁定的安全模型 来禁止所有的管理访问 从而消除了人为的错误和篡改的可能性 NITROCARD呢则是一个轻量级的HIPPARD 它用于管理内存和CPU的分配 并且提供与裸机近乎一致的性能 因此呢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 我们NITROCARD系统呢 是从零堪使构建的一整套的安全 这个安全呢涵盖了从芯片到服务器中运行的软件各个部分 在安全层面呢 NITROCARD HYPOVISOR呢 主要负责为EC2实力提供CPU与内存的隔离能力 例如说呢在EC2主机上 我们可以通过NITROCARD HYPOVISOR呢 实现同一主机内的实力A和实力B之间的隔离 同样基于NITROCARD HYPOVISOR呢 亚马逊云科技也推出了自己的可信执行环境解决方案 叫做NITROCARD ANKLEUS 它也是基于NITROCARD HYPOVISOR的技术 通过NITROCARD ANKLEUS呢 在EC2实力内部实现了完全隔离的CPU和内存的计算环境 NITROCARD ANKLEUS呢 没有持久化的存储 也没有交互式的访问和外部的网络连接 从这张图中呢 我们可以看出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实力A和实力B之间同一主机的EC2实力之间的隔离之外 我们还创造了一个NKLEUS和EC2之间的额外隔离 它们仅能通过安全的本地信道来进行通信 那这就保障了可信执行环境的一个安全性 通过NITROCARD ANKLEUS呢 我们可以构建起一个隔离和安全的运行环境 这样一个环境呢 是基于NITROCARD HYPOVISOR实现的一个完全隔离的CPU和内存的计算环境 可以用于处理高度敏感的数据 NITROCARD ANKLEUS呢 支持加密认证 认证文件呢 可以允许用户在外部服务中呢 授权ANKLEUS的一个访问权限 同时呢 验证ANKLEUS中的代码的一个完整性 NITROCARD ANKLEUS呢 也是非常灵活的 不需要绑定任何的CPU厂商 截止到2021年11月份 我们支持包括Intel 包括AMD芯片 同时呢 也支持任意的编程语言 另外呢 NITROCARD ANKLEUS呢 是运行于AMS1 EC2之中的 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 可以和众多的云原生的安全服务 进行紧密集成 来提供给用户更好的体验 和更多的安全保障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ANKLEUS的特性 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 NITROCARD ANKLEUS呢 就是NITROCARD ANKLEUS是孤立 加固以及高度受限的虚拟机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维度呢 来看一下 首先 NITROCARD ANKLEUS呢 是一个拥有独立内核的 轻量级Linux操作系统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容器 第二 NITRO ANKLEUS呢 本身并不带有持久存储 同时呢 也没有提供任何的管理员 或者操作权限 接下来呢 实力和ANKLEUS之间 只能通过安全的本地信道 进行通信 同时呢 NITRO ANKLEUS呢 是拥有自己的加密密药的 NITRO ANKLEUS呢 是没有持久存储 交互式访问 或者是外部网络连接的 NITRO ANKLEUS呢 它仅仅支持 与其负EC2实力之间的 安全的SOCKET连接 叫做VSOCKET 是通过一个32位的 上下文标识符来进行的 用户呢 是没有办法通过SSH 来进入ANKLEUS的 而且负EC2进程 应用或者是用户 都没有办法来访问 ANKLEUS内部的数据 或者应用 那NITRO ANKLEUS 是如何来进行工作的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中看到 整个NITRO ANKLEUS的工作过程呢 是非常灵活 同时也是非常简单的 客户呢 如果想借助 NITRO ANKLEUS构建一个可信的 执行环境 首先呢 它就可以把自己的应用呢 打包成为一个Docker映像 之后呢 借助亚马逊云科技的提供的 NITRO ANKLEUS的命令行工具集 就可以把这个Docker映像呢 转换为ANKLEUS映像 同时呢 也可以借助这样一个工具集呢 来在EC2实力上 分配特定的CPU和内存资源 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的 可信执行环境 来执行高度安全的应用 而谈到可信执行环境 加密和认证 就是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NITRO ANKLEUS是如何来实现 加密和认证的 在NITRO ANKLEUS中运行应用程序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 隔离环境带来的安全性 与私密性之外 同时呢 NITRO ANKLEUS呢 也提供了额外的安全特性 叫做加密认证 加密认证呢 是UNKLEUS用来证明其身份 并且与外部服务建立信任的过程 来保证整个数据通信的安全 加密认证的目的是根据 在特定的UNKLEUS中运行的代码 和配置来证明这个UNKLEUS呢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运行实体 通过NITRO HYPOVISOR呢 可以生成一个包含UNKLEUS详细信息的 一个认证文件 其中呢 会包含UNKLEUS的一个公共密钥 包括UNKLEUS映像的哈希值 负EC2实力ID的哈希值 以及附加的IM角色等等 在我们这样一个认证文件中呢 会包含一个公钥 当UNKLEUS应用的向外部服务发起请求时 带上这样一个认证文件 外部应用呢 就可以利用这个公钥 对需要返回给UNKLEUS的响应的进行加密 而UNKLEUS收到这样一个响应后呢 就可以使用私钥呢 来进行解密 来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 不会被嗅探 而且呢 只有发起服务请求的UNKLEUS 才能解密这样一个响应 另外呢 在认证文件中呢 还包括每个UNKLEUS的 一系列属性的哈希值 这样一个哈希值呢 叫做PCR Platform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平台配置注册 用户呢 可以使用PCR的哈希值呢 在外部服务中呢 来创建访问策略 来授予对服务请求的一个访问权限 对于UNKLEUS来说呢 它有六个PCR 来分别对应UNKLEUS不同的原数据 其中PCR0,1,2 是与UNKLEUS镜像文件相关的 会在UNKLEUS创建的时候呢 来进行生成 整个的UNKLEUS认证文件的 这样一个功能呢 是通过Nitro Hypervisor中的 Nitro Security Module NSM这样一个组件来实现的 而亚大学云科技呢 也提供了一套HyperLibrary 来方便用户 在开发UNKLEUS应用时呢 与NSM进行交互 来进行PCR的查询 和认证文件的请求 等一系列操作 Nitro Enclips呢 也可以与很多的 云原生的安全服务 来进行集成 例如说呢 Amazon的KMS呢 是一项云原生的 密钥管理服务 利用这样一个服务呢 可以用于密钥的创建和管理 同时呢 支持使用密钥呢 进行ServerSide加密 解密 签名 验证等操作 同时呢 还可以支持生成 用于ClientSide加密的密钥 在KMS中呢 我们内置了 原生支持 Nitro Enclips 能够验证来自于 Enclips请求中 携带的认证文件 并可以根据 认证文件中的PCR值 来定义密钥策略 来授予对特定 Enclips的一个 访问权限 通过Nitro Enclips呢 与KMS中 认证文件的集成 可以确保 敏感数据 只能够在Enclips中 来进行处理和访问 不会被泄漏 嗅探或者是篡改 明文数据呢 只能够在Enclips中可见 隔离的运行环境呢 可以确保数据 不会被嗅探 在Enclips中之外 只能与加密后的形态 对数据呢 进行传输和存储 来确保原始数据呢 不会被泄漏 同时呢 借助Enclips的认证文件 来确保Enclips中的代码 不会被篡改 通过KMS的密钥策略呢 来确保数据 只能够在特定的Enclips内部 才能够被解密 在认证文件生成之后呢 还将会由一个受信任的 Natural Hypervisor的一个 认证公钥的基础设施 基于一个ACMPCA的根证书呢 来进行签署 用户呢 可以下载这样一个根证书 来导入到任何的外部服务之中 当Enclips所运行的应用程序呢 需要请求任何的外部服务时 就可以向Natural Hypervisor呢 来申请 并且签署这样一个认证文件 之后呢 外部服务呢 可以导入根证书来验证 Enclips认证文件的有效性 来确保服务请求 是来自于特定的Enclips 从而建立信任 构建起我们这样一个 可信的执行环境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Nitro Enclips的一系列主要功能 首先呢 Nitro Enclips呢 支持灵活的CPU和内存的资源配置 用户呢 可以自行决定 向Enclips分配多少CPU内核和内存 这个分配呢 本身是取决于 负EC2实力的资源 当然 每一个Enclips 最少需要一个CPU内核 也就是两个VCPU 才能够运行 同时呢 Nitro Enclips呢 可以允许您在 不受资源限制的情况下 来运行各种 跟安全相关的工作负载 其次呢 Nitro Enclips呢 也是非常易于进行应用集成的 如果用户呢 需要开发一个运行于 Nitro Enclips之中的应用呢 首先呢 他就需要将 Nitro Enclips运行所需要的代码 依赖包等等呢 打包成为一个Docker映像格式 然后呢 将Docker映像呢 转换为Enclips镜像 就是.EIF格式 来启动Enclips Nitro Enclips呢 提供了一个命令行工具集 叫做Nitro Enclips 用于创建 部署 管理和终止Enclips 这样一个工具集呢 必须在 Full EC2实力上 进行安装和使用 其中呢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功能 包括 Build Enclips 可以将Docker映像 转换为Enclips 转换为Enclips映像 Run Enclips 就可以从Enclips映像 文件中呢 在EC图上 进行Enclips的启动 Describe Enclips 可以查看 当前运行的Enclips 而Terminate Enclips 就可以关闭 指定的Enclips 当然我们还提供了 更多丰富的功能 Nitro Enclips SDK呢 它是一套 开源库 用于开发Enclips应用 或者更新现有应用 以在Enclips中 进行运行 Nitro Security Module Library呢 是Nitro Enclips用户区 可以使用的一个助手 用于与连接的 Nitro Enclips进行通信 而Nitro Security Module呢 NSM我们刚才提到过 通过它呢 可以请求PCR的查询 以及认证 等相关的操作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Nitro Enclips中的 加密和认证 目前呢 亚马逊云科技的 两个安全服务 包括Amazon KMS 和Amazon ACM呢 都已经支持 与Nitro Enclips 以及认证文件的 原生集成 通过这样一个 原生集成呢 Nitro Enclips呢 可以接住VSOC 就是本地的 安全通信信道 以及 负EC2实力上的代理 向KMS或者ACM呢 来发起API请求 进行加密解密 以及证书的申请 更新等等操作 同时 KMS和ACM呢 也支持 对Enclips签名的 认证文件呢 进行验证 并且呢 可以将API响应 用认证文件中的公钥呢 来进行加密 确保数据的隐私安全 另外呢 还有一点呢 是Nitro Enclips呢 已经支持预风装的 Enclips映像 用户呢 可以直接使用 预风装的 Enclips映像 不需要重购 或者是重建 现有应用 就可以快速 方便的 把现有的工作负载呢 与Nitro Enclips 进行集成 来帮助用户呢 快捷的 使用可信执行环境 来运行高度安全 和高度敏感的应用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Nitro Enclips的 主要安全优势 包括防内存锈碳 防代码篡改 深色验证 防中间人 以及无状态 等等 可以看到呢 通过我们 一系列 完善的设计 可以帮助大家呢 在云端 构建一个 更加完善的 可信的 执行环境 使得 在 可信安全环境中的 每一步 包括 密钥 包括 身份 包括 和云夫的集成 都有 更好的表现 来帮助大家 在云端 进行更多的 安全 敏感应用 负载的 部署和构建 开源呢 是近些年来的 热门话题 也是开发者 持续关注的领域 亚马逊云科技呢 作为 开源领域的 核心贡献者之一 Nitro Enclips呢 现在已经开源 开源的部分呢 包括Nitro Enclips的 工具和监控 Enclips的 映像参考 以及 ACM for Nitro Enclips 等等 Nitro Enclips 对Linux 内核的 扩展呢 已经贡献到了 上游 同时呢 我们也持续 在GitHub 和Linux 内核 邮件列表中呢 和更多的 开发者 进行深入的 技术探讨 和互动 我今天的介绍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希望呢 能有机会 和大家 进行更多的互动 感谢大家